1985年 在安徽邦步淮尚区双登村 考古发现了一座距今7300多年的上古遗址 该遗址出土了众多的陶器、石器、棒器、骨器等文物 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一批客服 数量高达630个之多 史学界称之为双登客服 按照西方学者对文明标准的定义 文字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然而 一直以来西方学者不承认包括双登客服在内的上古客服属于文字 认为中国文字始于商代盘庚牵音之后的甲骨文 中华文明史只有3300余年 那么双登客服是不是一种文字 在中国文字演化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在考古发现的上古遗址中 双登移植发现的客服数量最多 其他甲壶移植、半坡移植、庄桥坟移植、轻吨移植等只有少量客服 更重要的是 与其他移植的客服相比 双登客服的刻画位置明显不同 双登客服的载体主要是陶宛、波、碑等 但大多没有刻画在显眼的位置 而往往是相对隐蔽的位置 比如内外底部等 如果刻在显眼的位置 那么可以说是装饰 但刻在隐蔽的位置 只能说明它不是用来装饰的 而应该具有特殊的意义与用途 安徽杵州定远县 距离双登遗址大约80公里 考古发现侯家寨遗址与双登遗址大致同期 该遗址面积不大 只有3万平方米 出土了一些陶器等 但让人意外的是发现了一些双登遗址的客服 邦布市博物馆副研究员徐大力指出 双登客画符号在定远侯家寨遗址也有发现 同一符号在不同遗址内出现 说明在一定范围内 已有固定形态的符号得到认同并使用 具备文字社会性的特点 除了侯家寨遗址之外 在安徽宣城级西县石子山遗址 江苏镇江聚荣丁沙地遗址等理念 也发现了部分双登客服 因此只能说明双登客服 是一定地域范围士族群落之间 表达特定含义的记录符号 能够连字成句 则反映出其背后应该有一套文字系统 双登客服中 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经能够连字成句了 双登客服可以分为表艺、戳技、技术三大类 主要用以记录双登鲜明的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活动 因此双登客服犹如一座史前大案馆 其中 表艺的符合设计日月、山川、动植物等写食类 狩猎、捕鱼、网鸟、种植等生产类 这些刻画符号简洁、生动、形象已经具有了文字书写的基本特点 更重要的是 有的刻符是单个 有的是两个 有的是多个组合 同一个符号常被多次使用 构成形式多样 以此表达了相对完整的意义 且构成越复杂 表达的意义越丰富 邦布市博物馆副研究员徐大力指出 刻画符号出现了两种及两种以上的符号组合 并有主文与地文的区别 表达了相对完整的意思 显现出语断文字特点 双登客服与甲骨文到底是什么关系 如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但可以肯定的是 双登客服对甲骨文、对中国文字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 部分客服与甲骨文可能存在直接的传承关系见上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张居中指出 双登客服对甲骨文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 对汉字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 从造字方法上来说 双登客服具备了象形 只是会议三大造字方法 占了汉字六书的一半 比双登移植晚了3500多年的甲骨文 具备了六书造字法 因此从时间上看 甲骨文极有可能受到双登客服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可能不只是体现在文字继承上 而是还有造字方法的继承上 关于造字法在汉字发展中的重要性 笔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甲骨文中只有4000多个文字 但三国时广亚收字18150个 北宋内边收录的汉字达到33190个 从商代到三国相聚1500余年 与宋代相聚2500余年 文字数量却增加了近5至10倍 后来文字数量大幅度增加的原因 就在于甲骨文已经健全了造字方法 后人只需要按照前任的方法造字而已 如今对于双登客服 公认的论断是处于文字起源发展的语断文字阶段 已经具备了原始文字的性质 也就是说 双登客服比甲骨文早了将近4000年 将中国文字史前推到了7300年前 比苏美尔古埃及文字出现的要更早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 如此证据放在眼前 西方学者却并不承认 始终认为中国只有3300余年的文字史 究其原因固然存在一些客观原因 比如汉字与字母文字演化道路的不同 用字母文字的标准来判断汉字起源 自然难免存在误判 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偏见 其中一个原因是 如果承认双登客服是文字 那么岂不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出现在中国 岂不可能是中国文字影响了苏美尔 古埃及等文字的产生 乃至影响了西方文明 除此之外 最新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 中国拥有超过5000年的历史 据中国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重大考古发现 特别是四川三星堆和浙江两主的最新考古发现 有确实的物证证明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 中国文明的源头始于黄河流域和夏商等原始王朝 我们可能会试图把它进一步延伸到半传奇和半历史的人物 如摇和顺 但即便如此 与埃及和苏美尔相比 中国文明仍然相当年轻 与埃及和苏美尔等古文明相比 中国的历史文明也有点奇怪 关于中国人的起源 我们没有很多神和民间传说 与印度和埃及的神相比 皇帝和炎帝太像人类了 这是由于后来许多国家的历史和文明综合为一个中华文明 考古研究也表明 以西方的标准来看 夏朝存在的前提是非常薄弱的 再加上在传统上被视为中华文明边缘的地区的令人兴奋的发现 使中国历史学家重新思考中华文明的形成 最显著的变化是中华文明的起源由黄河单一中心转变为多中心 这一点在史记中也有所体现 大雨生在四川 死在浙江 都是远离中原的地方 汉代学者欣然接受了这一事实 那么 中国文明的起源在哪里呢 根据敏利的新书早期中国的社会记忆和国家形成 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种族和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沿海玉器制造民族和高原青铜铸造民族 两主人是玉造文明的顶峰 他们在公元前3500年建造了东亚第一个城邦 在一场自然灾害之后 他们在公元前2200年放弃了他们的城市 向北迁移 他们的影响在龙山文化中可见 并向西延伸到养韶文化和三星堆文化 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可能是宗教和王权的概念 他们的玉器继续被商周人崇拜 如果按照西方的说法 中国的历史只有3000年 但是出土的许多类似文字的刻符和水书可以证明 下朝之前的历史是可以证明的 中国的历史远不止5000年那么简单 外国历史学家显然不清楚中国考古的发展 两主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的出现 可以证明中国有超过5000的历史 相信随着三星堆文化等新的考古发现 会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中国拥有5000年的历史